6月2日电视剧《一粒红尘》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导演颂扬携手吴气龙 影儿叶祖星任颜凯米露等起起亮相 该剧改编自独木舟的长篇小说 讲述了家庭贫困却具有天赋的女孩叶昭爵 在天才设计师乞堂的赏识与帮助下 逐渐成长为一名珠宝设计师 并与乞堂收获爱情与幸福的故事 现场记者问起吴气龙人生圆满是否与刘诗诗有关 他圆滑地回答起记者来 电视剧《一粒红尘》致力于成为都市题材电视剧 话题和收视热度的新一代担当 该剧首次打响后青春概念 据将年轻人走出轻松校园出入社会时 面临的困境 茫然诱惑和选择 角色刻画真实深刻 真实但不矫情 热血但不狗血 对于出演一个时尚的珠宝设计师 影儿也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尝试呢 说实话 以前没有接触过 但是呢 就是特别在接触这个《一粒红尘》这个戏以后 就发现自己之后都特别爱戴珠宝 对 然后就以前拍戏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太爱戴拍视什么的 然后拍了这个戏以后 就自己也会买一些比如说吊坠的环 然后说 原来这么好看